她叫彭珍珍,今年56岁,是三个儿子的妈妈,可是,她的爱只给出了两份,剩下的这份爱,她存储了27年。 您慢着点,我这个酒好痛,好,大姐您慢着点,不着急,来来来,欢迎您,大家好,主持人好,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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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点,好,大姐您慢着点,不着急,我来找我的三儿子的,最小的儿子,最小的儿子,最小的儿子。 最小的儿子,丢了多少年了,92年丢的,92年丢的,这样,您从头儿给我们讲讲,最开始咱家是什么情况。 八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两个儿子在身边,小儿子还滑在我的肚子里面,我在我那里,本地开了两个店子,一个抹布皮,一个商场店,还有一个粘米机,给农民粘一张骨子一块钱。 哦,开了两个店。 哦,那个人就不争气,天天到外面就做他生意,他说要穿大钱,这个小钱不万一穿。 一出去一个外费了,又抢了好多账。 欠了很多账。 好多账,好多人住了我家来,要账,杀住我的两个儿子的门口。 我就慢慢地看到孩子的分享,我不是,又给他的机会,我又坑着自己的心情,慢慢地原谅他,我就和他说,把店子搁好就可以了,不要到外面去穿这个钱了,这个钱难穿的,我就说。 把真的两个店面经营好,家里会很幸福的。 我就说,好了,到八九年的时候,二位十八,那天是我妈妈五十岁,突然我的肚子就好痛,好痛。 我嫂子就说,肯定你会生孩子的呢。 好了,我老公就在我那里找了一个持久医生,盼了个箱子。 视角医生。 就那我店子的为我介绍。 在店里介绍。 那年就下午的时候,就两点五十,我的三儿子就生出来了。 我就帮我那个大儿子呢,就生到我妈妈那里,让我妈妈帮我打酒,我要做生意。 让姥姥帮他带。 因为我要做生意,又一个生出来,一个小的了。 我又帮那个二的,又生到奶奶家里去了。 送到奶奶家,老二。 我就生边只打着这个小的。 只带小儿子。 八九年代,八月五号,我小儿子有七个月了。 又拿好多人拿我家来要炸。 又来要炸。 又是你老公穿得炸,你老公当得宝。 他就说,哎呀,啥就我不带你了,给他收号,收号,又到外面就这样。 后来我就说,出离婚吧。 你什么东西啊,他说我呀,我什么东西都不要,我要三个儿子。 我就本身就是说。 你想过没想过,你拿什么养活的啥儿子啊? 我当时就是说,我一定要把三个儿子,我就在外面长破烂,我都要把三个儿子打他。 我不问,因为我三个儿子跟着他,他是一个卖出息的人。 是吧,他是没出息的人。 我要和我三个儿子,就这样说的。 后来,我就大久三个儿子离婚以后,我老公就填了字,他就说,放你条生意路。 他就说,把字就填了。 填了,我就大久我三个儿子就跑到我妈妈家里。 后来,我就把我的大儿子放在我妈妈家。 还是把两个小儿子就想放在泡泡家,我给他生活费。 后来,慢慢慢慢地,就我就到外面去看了一下,看怎么一面啊。 不是想找兵器做生意的,我想跑到外面去做点生意,我就这样想的。 跑到哪儿去呢? 我就跑得很啊。 开始的时候,我开了个理发店,开了两年了。 两年。 我儿子又大了,就我大儿子也上岁了,小儿子也上岁了。 那我就,三儿子呢,也有三岁了。 三儿子三岁了。 那天我就回家去了,我就给他们生活费。 那天我儿子好饿,好饿,我那小儿子。 我婆婆就给他一个小横去,壳横去,没壳修,给他吃掉了。 那天就肚子好痛好痛。 马上带着我儿子到那个贵阳县里面,移民医院。 移民医院。 马上给我儿子就等了手术。 等手术,等了一个多钟他就出来了,因为这个是小手术。 小手术。 就等了一个多钟他就出来了。 出来了的时候,这边缘了酒精,我儿子缘了酒精。 我就看到我儿子,打酒瓜精。 那个好长的年,好晚好晚啊。 打顿手术他上去,来的时候,我就闷哭,闷哭。 心疼儿子吧。 心疼我儿子。 我又没有几六年,在为了抓钱,没有找,我身边是懒了,说他,我就闷哭,闷哭啊。 我儿子说,妈,她是三岁多年,我儿子那么聪明啊。 妈妈不要哭,我不痛啊。 哎,特别哭。 我的儿子那么聪明啊。 我怎么记得我儿子肯定会痛啊,是不是? 我记得就是我儿子好聪明。 在那里聪明聚了有十多天。 十多天。 好了,好了,我就带回家去了,带回家去了,但是我就写不到我这个儿子了,我就好像他有病,我就打得很兴趣,我就这样想法的啊。 就把他带到回家去。 我就一定把他打得很兴趣啊。 好像慢慢地我另外搞一个典子啊,我就说啊。 我是啊,九二年八月十五到现在,就是在九二年十二月啊。 刚刚去了,我儿子去了,有孤独位了。 十二月初二。 嗯。 那早晨,就是星期天。 星期天。 我就,我那两个朋友他去马菜啊。 盆阳市啊,那个九层楼啊。 那里去马菜那里,中江以后,他常常。 两边是一个大爬的,那个爬档。 我就跟他们去,带着我儿子啊。 嗯,去客。 早晨那里,他们就去马菜了。 我就住在那个,那个大爬的,那个,那个,那个,不是一个凳子。 嗯。 我就住在那里。 我儿子就,我给他买那个,一行一圆的那个,那个,干萨来,他吃干萨。 离你有多远啊? 他就在这里,我就在这里。 那没近远。 他住在这里。 本来我就看得到的。 然后我就和那个人家说话啊,在打毛衣。 我就是我哪里啥子,没有看到我儿子。 哪里啥子。 我哪里住行家那个同事啊,就跑到我这点。 看到我姑娘在打毛衣啊。 都都没有了,都没有了。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 我就,不要,不要乱说。 他就紧的,你儿子去到哪里。 他问我,我不知道我儿子到哪里。 他说,看一眼我儿子就没有了。 很快的,就是一小时的,十分钟的时间。 我就说,今天你把我儿子到你家里去了啦。 他就说,没有啊。 他就说紧的了。 没有啊,你不要怀疑我啊。 我把你儿子打到哪里。 我就不信,我要到你家去看。 我当时根据他大压缸,就是他儿子在家里。 七岁,他儿子七岁。 我儿子十四岁,差两个位。 当时我就哭啦。 那我就,在那个路上,我就打滚啊。 就哭啊,哭啊。 我就说,我儿子到哪里,我到哪里去找啊。 当时我在那儿打滚,就像疯子一样的。 那儿子。 那儿子。 没了就是,碰到一个婆婆, 那个那个婆婆就是,你不要打滚姑娘。 没去派出所报案吗? 我又干嘛,又到根杆区。 大压缸张东根杆区,就报案。 他们也登记了。 到天二点下午啦,还没有阴性,就控制不了啦。 到下午我却处处找啦,我控制不了啦。 我就真是打滚咒啊,像疯了一样的。 那儿我就啊,像疯子一样的,我就不快快家。 好,我那儿子好朋友都要偷五块钱,我不快。 我住在外面打滚咒,天天睡到马路上的。 那几天我就睡到马路上不进家了嘞。 我就像疯了一样的。 就是,在中等着到西站,我就站啊,七个站,我都走遍了。 但是他们,你这样怎么先说,你走得到吗? 然后他们,你的好声音都是这样说,我那儿子的朋友都是这样说啊。 咱们的生活还得往下过呀。 是啊。 还有老大老二呢。 后来就朋友安慰我,我爸爸也来了,我的姊妹都安慰我。 我就,学校我心体好了一点啦。 后来一点,我又跑到海岸来了。 跑到海岸了,朋友就帮我找了一个门面了已经。 找了个门面。 还有那小的,其实有个老师,那个老师就退休了。 他就说,找这个门面啊,我帮你做包子和油条啊。 做包子和油条。 我是理发的啊,我没有搞个包子和油条。 然后我就给他,每天早晨五点多间就起来了, 去来给他学啊,学啊。 为了生活,为了赚钱,是不是那个没办法。 你再挣钱养了那俩儿子。 嗯,要养儿子,要存着儿子啊。 后来我就把这个电子卡, 本来很多人教过我了, 都拿我电子来吃早餐了。 一根油条子一两毛,一碗粉子一五毛。 好多老师啊,大多同学了,我这里卡了。 除我的生意也比下可以啊。 嗯,每一个人我要去看男生也好了, 我要给儿子生活费。 生活费。 每个人我都要去回家,也看看儿子。 嗯。 有一次,我知道有一次很深的应客。 我回到家里,出生前。 嗯。 我儿子好高兴,拿个奖当给我。 啊,奖挂。 他妈,我都讲了。 我学了一班文家。 文家是我的妈妈,她说, 她我都讲了这班文家。 她说,我的妈妈好伟大。 为了我们, 一次没有家营, 大救我们,给我们生活费, 给我们吃,给我们上水。 我诚实,只是我没有交到我爸爸了, 我妈妈离回以后, 没有交到爸爸了,给我们买衣服, 没有了给我们生活费。 只是我妈妈, 一个人家负担我和弟弟, 写上那文章啊,到了讲。 我最深刻,我要哭, 我孩子好懂事啊。 我这配命啊,去抓钱,抓钱啊。 我儿子啊,都要生活啊, 还要降下房子啊。 但我儿子长大了,去中学毕业了。 今天我儿子说,妈妈,我不想上高中啊。 为什么呀? 我大儿子说,妈妈,我知道。 我想上学已经。 我觉得我妈妈真的强。 不容易,不容易。 不想上了,后来还上吗? 后来没有上了,就去中学毕业了。 两个孩子都是初中毕业就不上了。 大儿子中学毕业,以后就当兵了。 去当兵了,也挺好的。 就当兵。 二儿子呢? 二儿子,后来就去中毕业, 就当我弟弟是管电的。 学电工。 就学电工啊。 就帮他,就出去做。 就出去做。 挺好的。 好了,我就想尽办法串了一点钱。 我都为了孩子,就盖了一个好大的房子。 我就说,我儿子约和他老婆了。 我不是把所谓的技术, 有啊,测测测测, 用我弟弟他们的帮助。 我就建了一个大概有270多平方的房子。 270多平方? 这么大的房子? 我要建大一点。 因为我怕我三儿子回来了, 也要住房子。 所以这个房子是给老大老二。 老大老二。 建婚用的。 建婚用的。 还有老三住的也有。 老三住的也流出来了。 我就是说, 我三儿子也十多岁了。 但是回来了, 爷爷住房子了。 我就说是这样子。 我就说, 这些药就不建。 我要把房子建大一点。 我要考虑我儿子, 我一定要找到的。 我说你是这样想的。 还有老婆大儿子去当兵呢? 我就说, 儿子, 你在外面当兵啊? 他是在家人当兵。 我叫儿子你当兵, 也要找弟弟啊。 你要给战友们打广告老远, 把你战友回去当兵呢。 你要说。 让战友们帮着找弟弟。 我有个弟弟丢了, 爷爷告诉人家, 把这个事讲一讲啊。 我大儿子就说, 一定啊, 妈妈你放心, 一定。 你其实这些年一直靠自己, 完全就是为了这几个儿子。 就是为了三个儿子。 为了三个儿子。 我就是拼命地为了三个儿子。 就是为了他们。 我就说, 要帮我儿子他们。 咱苦咱苦, 不要哭着孩子。 已经, 我离婚了, 没有给母案了。 我咱我自己苦, 我也不要累着孩子。 我坚决, 好多人和我说, 你这么年轻就不嫁人了。 对,再婚。 人家就是说, 我要就不离婚, 离婚我就不嫁。 我要养孩子, 因为我孩子这么多。 我加个学业。 谁能够帮我这孩子抚养大啊。 唯一的希望, 两个儿子搞好了。 我大儿子当兵, 回来, 求了老婆。 求了老婆。 生了儿子。 我二儿子结了婚。 也生了儿子。 他们生活怎么样啊? 我大儿子还在广东。 我二儿子, 就在我本地开了一个大超市。 真好。 开超市的时候, 我去帮忙。 我天天拿个发疼, 坐到我那个门口。 我那里三天干一场, 三天干一场。 我就说, 各位女士, 各位男男士。 都来我这个, 她是买东西啊。 我弟弟东西好便宜的。 买衣, 圣衣啊, 我就这样说。 天天给我儿子拿圣衣啊。 那我就我儿子又回来, 他回来了, 我就给他房子, 给他就是他老婆。 是不是啊? 给他也卡个电子, 是不是啊? 我今天而为, 我也为我三儿子, 也给他开个电子生活。 你还有钱给三儿子开电吗? 那我还有一点点, 我只留酒给我儿子开个小电, 我还是有的。 攒着钱给三儿子呢? 嗯嗯嗯。 这位平凡的母亲, 在三个儿子身上, 付出了自己全部的青春年华,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给三个孩子最好的生活。 然而, 三儿子的意外丢失, 让他一边承受着, 丢失孩子的痛苦, 一边咬紧牙关, 撑起老大老二的生活。 他只能把对三儿子的爱, 暂时存储起来。 将来等儿子回家, 再弥补给他。 这份爱, 一存, 就是二十七年。 将来这几年, 我病好多。 我高学压, 一百二到二百二。 我将来这里疼, 那里疼, 我好多病。 将来这几年, 就又病了, 懂不懂。 我就说, 现在我死过得好, 当时儿子没有找到, 弟弟没有找到, 我就, 不甘心。 不甘心。 我心里总不甘心。 我没有看到我儿子, 以后我儿子, 在我身边死掉了。 那我没有这么气。 我是亲自看到, 我儿子病死了。 我还没有这么气。 因为是病人挂兆了。 我就说, 好心里不负, 我好气。 我儿子在哪里修苦啊? 是不是碰到好心盈啊? 我担心这里面的事情, 懂不懂。 二十七年, 我都没有放弃过来。 希望今天, 在所有朋友的帮助下, 能帮你把三儿子找回来。 咱们这个家庭能够完整, 让您这个第三份爱, 能够有所付出。 好吗? 来,加油。 彭拿姐,来。 好,我们站在这儿, 先来看看那个大屏幕, 看看等着我的寻人团, 是怎么帮您找三儿子的。 好,请看。 彭珍珍,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希悦。 您在等着我, 容媒体平台上登记的, 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您的描述, 儿子的名字是叫富多多, 他是1989年的农历, 2月18号出生, 而在1992年的12月初二, 在湖南省的衡养市被人拐走。 丢失的时候是3岁零10个月, 身穿绿色运动衣, 蓝色的保温棉鞋。 那么根据以上信息, 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当地警方, 展开寻找。 接到您的报警求助信息后, 我们立刻核实孩子的失踪情况, 并组织警力, 在失踪地点附近走返调查。 但很可惜, 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 随后我们要立刻 对你们夫妇采集血样, 入入全国打拐数据库, 进行加急比对。 随后我们扩大寻找, 在湖南省去全国范围内, 继续寻找孩子的下落。 多年以来, 从未泛系寻找。 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 我们能否问您带来好的结果呢? 加油,等着我。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好, 彭大姐, 来, 现在请走向希望之门。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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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下次。 好好。 loved one, 那的小刻, 是不是碰得好盛盈啊 就当心这里面的事情 你懂不懂 我都27年 我都没有放行过来 为原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好像 那怎么卡门那里 我就想一卡门就能够见到我的儿子 不管他是残妾 我都感心很愿意 不管是他是变什么意义 我都没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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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哭了 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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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哭了 我都不哭了 你不哭了 我都不哭了 我都不哭了 今天是我孩子 我一看我就 一看就认识 是不是 跟妈妈长得多像 阿姨 多多 咱们过去说吧 让妈妈缓缓 让妈妈缓缓吧 妈妈病在这里 我自己能病了 我都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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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阿姨 不哭了 不哭了 先看看儿子回来 来慢点看脚底部 你给妈妈擦擦 来坐坐坐 儿子 十分钟就没有了 还站在那里 妈妈在那里打鬼啊 一看我儿子我就想 那小弟子在这里 有点点小子 怎么长得这个大了 十岁就有点点这样 我儿子有小小的点子 那是一点点这么大的 是这么大的字 我真是觉得 我儿子手上 和他二哥哥 刷那个伯母子 也拉了一点点的 还有堵住在这里 靠了小手 我儿子好挂 小子他经过好挂 我告诉您当时 他是被拐了 他被拐到了广东汕头 这二十七年 他在汕头长大的 在汕头的一个小村庄里边 妈妈 不哭了 不哭了 我回来了 不哭了 我现在过得也很好 不哭了 来儿子 赶紧给妈妈讲讲 说两句 我呢 从小 从小在亲家的话 小时候的记忆 我就完全不记得了 因为那时候 当时也太小 对 到了养家 从小的话 我也知道我 不是那边亲生的 在养家 我肚子就 有一个做手术的伤疤 我小的时候 就带着这个巴 然后就是街坊邻居 他们也会说 也会经常跟我说 就是说我 我可能就是 因为家里 负担不起我的医药费 然后就丢弃了我 不要我了 把我丢在医院了 小时候吧 也是因为这个巴巴 这个做手术的伤疤吧 小伙伴呢 经常也会嘲笑我 也会说 你是爸爸妈妈不要的 丢弃了的 是别人不要的 对 你这些年找家了吗 以前呢 没有平台 不知道怎么找 到后来就是15年吧 15年那一年呢 我就是在手机上 看到了宝贝回家网 看到了这个网站 然后我就去 存着侥幸的心理 就认为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有爸爸妈妈 在找我啊 就进去里面 游览了一下 别人发的帖子 然后在里面发现了 看到了好多妈妈 在找孩子 对我感触很深 他们因为他们 都找得好辛苦 好辛苦好辛苦 所以呢 我就下定了决心 也在网站上面登记 登记了我的心情 对 我们公安部呢 2016年的时候呢 是建立了一个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 紧急发布平台 我们简称它叫 团圆系统 那么就是每一个 失踪的儿童 家长报警后呢 可以向警方 来提供照片 我们呢 就把这些孩子的照片啊 穿的什么衣物啊 然后失踪地点呢 通过我们一个APP 推送个到25个热门的APP上 我们找回率是98.1% 好 那 彭大姐 跟儿子回家吧 咱这回三个儿子都齐了 好吧 来 掌声再次祝贺他们 今天 三儿子多多终于回到了妈妈的身边 她的归来是对妈妈长达27年的辛苦寻找最好的慰藉 妈妈一直为三儿子存储的那份爱 也终于可以弥补给她了 再次祝福他们团圆幸福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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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厉害了